是迪士尼最嚴重的事故之一 然後火車頭的大螺絲突然脫落 然後操縱的車頭 就直接壓到坐在第一排的乘客托蕾絲 當時觀眾們還天真的以為是演出的一部分 但是呢 找到戴博拉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更可怕的是 這個高中生還來不及站起來 後面的列車就直接把他撵過去了 他就竟然被列車拖了很長的一段距離 而在員工趕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迪士尼樂園雖然說是世界上 最快樂的地方 但是呢 在這個夢幻樂園的背後 其實發生過很多 像是脫軌啊 被撞死啊 然後手斷掉之類的 甚至還有動物把小孩吃掉的意外 那我們今天來的Holy Share就是 大家在樂園的時候 千萬要注意安全啊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漫威跟DC的秘密故事 或是你喜歡注意一些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也記得開啟小鈴鐺 還有訂閱我的高人頻道 看看我有空才會更新的 有啥從我分享 那在1964年的時候 迪士尼樂園就發生了第一起嚴重的意外 那時有一個遊樂設施叫做馬特洪峰雪橇 它是一個類似溫和版的雲霄飛車的感覺 然後過程中就是會經過很多山洞啊 還有隧道之類的 還會有大雪怪冒出來嚇人 那有一次呢就有一個15歲的小男生 跟他的同學一起排這個遊樂設施 然後在坐進設施之後 他們也都有綁好安全帶 不過呢在雪橇經過山洞的時候 那個15歲的小男生就為了要炫耀耍帥 所以他就解開了安全帶然後站起來 結果下一秒他就整個人撞到假山 然後整個人噴出去 砰一下這樣很大聲啦 然後他的頭也嚴重受傷 直接昏迷不醒 雖然說當下有立刻被送醫急救 但是幾天之後也是回天乏術不幸過世了 那在這第一起死亡悲劇發生之後 迪士尼樂園裡面的設施 都陸續改成電動卡扣 卻是怕有調皮的乘客 自己手動解開安全帶釀成悲劇 所以說到玩設施的時候 安全帶一定要綁好 然後千萬不要站起來 超危險 大家不要亂學 那除了剛剛那個悲劇之外 在2014年也有一對父子 發生了類似的意外 有一次爸爸帶著小男孩 玩加勒比海盜的時候 因為失足掉入水中 然後還被海盜船撞到 所以小男孩的四根手指頭就撕裂傷 更慘的是 爸爸的兩隻手掌還全部斷掉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這個設施發生意外 在這件事情發生不久之前 也有一位遊客 因為把手放在不該放的地方 結果他的無名指跟小指頭 就直接被消掉第一個關節 雖然可能是因為設施本身的問題 但其實園區都有提醒遊客 千萬不要把手伸到外面 或者是站起來 所以很多意外 都是遊客初心造成的 大家玩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注意安全喔 好了那下一個意外 是發生在明日世界的園區 在園區裡面 有一個叫做 People Mover的小型火車 可以帶著遊客環遊明日世界 但有一次呢 有一個叫Ricky的高中生 在火車行駛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非常不良的示範 當時他就想要站起來 跨到前面的朋友的車廂 但是殊不知他才剛起步 就一個重心不穩 跌進鐵軌裡面 更可怕的是 這個高中生還來不及站起來 後面的列車就直接把他撵過去了 好痛喔 這好像在拍什麼電影 他就竟然被列車拖了很長的一段距離 而在員工趕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沒有呼吸心跳了 大家千萬不要覺得 列車開這麼慢就不會出事 你看剛剛那個加勒比海盜船 也是開得很慢啊 但是還是不小心落水 然後就受傷了 所以在玩設施的時候 一定要遵守他們的規定 叫你不要伸手 你就不要伸手 叫你不要站起來 你就不要給我耍帥站起來 不然真的是會出人命的 好啦 接下來這個故事 跟剛剛那個有點類似 但是呢 這次的主角是為了要逃票 所以他就偷偷爬上了 連結園區內外的單軌列車 那這個19歲的男生 原本想說可以順著鐵櫃進到園區裡面 但是被一名警衛發現之後 警衛就大聲廣播要男子馬上離開 不然等一下列車開過來就來不及了 但是意外總是發生的很突然 這時列車就開了過來 殺也殺不住 就這樣這個逃票失敗的男子就被撞死了 如果我是列車上的乘客 我一定有陰影耶 為了要逃票然後結果就是賠上自己的性命 這樣值得嗎不值得啊 ok 接下來這一起意外是迪士尼最嚴重的事故之一 在迪士尼樂園裡面有一個設施叫做巨雷山 簡單來說就是一種非常刺激的雲霄飛車 然後過程會一直爬高高然後俯衝 還會有各種轉彎 然後就在2003年的某一天 這台小列車就載著一群遊客們載到一半 然後火車頭的大螺絲突然脫落 接著在一個往上爬的路段 火車頭就整個脫軌往後滑 然後操縱了車頭 就直接壓到坐在第一排的乘客脫蕾絲 害他當場死亡 那除此之外 其他十幾名乘客也是因為脫軌然後受傷 然後意外發生之後還有幾名遊客 就是自己解開那個安全帶 然後就下去跟其他園區的遊客求救 其他人則是待在位置上面 跟死者一起等待救援 事後調查才發現螺絲衝突的原因 就是因為檢測人員在沒有檢查完整的情況之下 就簽了已經做好檢測的文件 才會導致這場不幸的意外 其實在列車載了遊客好幾次之後 就有工作人員發現那個怪怪的聲音 但是他卻沒有理會他 就是反而讓乘客繼續上車 而死者托雷斯的家人就告了迪士尼 最後也以未公開的金額達到和解了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以後不敢坐第一排 我應該坐在中間就好了 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點吧 好啦 那下一個悲劇 是跟一個在迪士尼樂園打工的大學生有關 在1974年也有一個叫做戴博拉的女生 考上了大學之後 就跟迪士尼申請了一份暑期工作 想說可以一邊實現在樂園打工的小夢想 然後一邊賺一些大學需要的生活費 那他當時就被安排到一個設施 叫做美國歌唱 America Sings 那這個設施有點類似一個小劇場 但是他的舞台是會旋轉的 然後總共有六個故事 那每一個故事都是迪士尼動畫裡面的動物在台上表演 然後每個故事結束之後 就會轉到下一幕場景換新的主角出現 不過有一次呢 就是戴博拉沒有注意到自己站的位置 然後在轉換場景的時候 他就硬生生的被舞台捲進去壓扁 當時觀眾們還天正的以為是演出的一部分 但是有一位遊客發現不對勁 然後跟其他員工通報之後 才趕緊封鎖現場 但是呢找到戴博拉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那在戴博拉過世之後 因為他平時很善良也樂於助人 然後還曾經幫好友借交毒癮 所以戴博拉的母校為了要紀念他 就用他的名字蓋了一座游泳池跟紀念碑 來紀念這位好學生喔 迪士尼的員工在工作的時候真的是處處充滿危險 除了剛剛那一集意外之外 在2009年就有一位47歲的劇團成員馬克 在演出的時候也是出了意外 當時因為電影神鬼奇行很火紅 所以迪士尼為了要讓遊客 去體驗當海盜的樂趣 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叫做 捷克船長的海盜教學的互動節目 然後特地請來了劇團跟小朋友互動 不過Mark在表演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不小心踩到一個水坑後就腳滑滑到 動力的裝上後面的牆壁 然後頭部跟脖子也都受到重傷 當場小孩子們也都嚇傻了 之後Mark被緊急送去醫院 還縫了快60針在頭上 但是4天之後還是不幸離世了 大家平時不管是在家裡還是外面 走路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然疊一交真的後果不堪設想 輕微一點的話可能是尾追受傷 嚴重一點的話真的是會疊死人 好下一個意外我真的覺得超可怕 很像那驚悚片裡面會出現的故事 有一次一對夫妻帶著兩歲大的兒子 到迪士尼度假村度假 然後他們住的地方旁邊就有一個湖 不過他們也不管告示牌上面顯著 靜止下水的警告 然後就到湖裡面玩水 殊不知玩到一半意外就發生了 一隻短吻二遊了出來 快速的咬住他們的小兒子 雖然說爸爸拼命的想要救他 但是短吻二還是把兒子拖進湖裡 最後消失在大家的視線 留下懊悔又難過了爸媽 事後在搜救隊尋找小男孩的過程中 也發現這座湖裡面還有其他幾隻鱷魚 所以他們就為了要避免日後的悲劇 就把這些鱷魚安樂死 也順便檢查他們的肚子裡面 有沒有小男孩的蹤跡 最後在漫長的搜救之下 終於找到他完整的屍體 大家出去玩的時候 真的是不要忽視告示牌上面的警告 不然真的是會發生無法挽回的悲劇 好啦接下來的意外 是發生在巴黎迪士尼的幽靈莊園裡面 有一位迪士尼的員工 在園區開園之前 在鬼屋裡面研究景點的照明 但是因為不小心觸電 所以當場被電死 然後被其他同事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一具冰冷的屍體了 雍靈莊園本來就是以 詭異故事跟恐怖氣氛聞名 但是現在可能會更令人害怕了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你們還有聽過哪一些恐怖的迪士尼悲劇呢 會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在外面看到告示牌 或是怎麼警告標語啊 要特別注意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你們還有聽過哪一些恐怖的迪士尼悲劇呢 會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然後喜歡今天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追蹤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by bwd6